事件的真理我想是一個國家行政權的缺失 那在三年前的時候行政院長已經親口承諾說 這個大埔的自救會成員的房屋都會保留 但是現在苗栗縣卻又片面回約 那我想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國家的行政在這邊出了很大的問題 一個中央的地地政策竟然可以由一個地方政府這樣子片面的去推翻 那人民的生存權、人民的居住權也沒有受到保障 那為了就是捍衛我們基本的生存權利 所以我們在這裡支持大埔鄉親 但是我們並不是只是在聲援大埔鄉親而已 其實捍衛大埔就是捍衛我們每個人的生存權利 那在行政院前面在行政院扎引行動的這個現場 我們也會繼續堅守直到行政院長有所回應 那今天早上苗栗縣政府也會召開記者會 然後為強裁大埔事務辯護 但是我想沒有任何一個人 沒有在任何一個生存權被剝奪是可以被辯護的 我們一定會嚴正的反擊 我們會嚴正的回擊這樣的行為 那我們在現場也會堅持下去 我們一定要請江院長出來面對這個行政院既定的承諾 那我們要要回公益 我想請問一下那苗栗縣政府可以這樣胡作揮揮 那我們這個中央政府的行政院說這個事情是推給地方 請問一下在他們互推的當中我們還有一個監察院 監察院可以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嗎 我想監察院當然有他的職能 那監察院的功能是在於糾正行政器官的錯誤 那糾局或者是彈劾行政官員的違法這樣子 那在這一次的事情中我想行政機官的缺失是非常的明顯的 從苗栗縣政府跟行政院的毀約 那我想監察院在這個過程中 他已經可以主動發揮他的調查權 然後去調查說這當中間到底有什麼行政上的缺失 甚至官員有什麼違法的地方 那就應該要依法提出糾正案或是彈劾案 那這樣才是我們國家設置監察院的就是本意 可是你知道監察院他們好像很少主動來 都需要陳情了以後才會 我們這件事情有沒有透過監察院去做一些陳情 請他們調查這個行政權行政中央沒有管好 跟這個地方之間沒有一個很好的協調這件事情 我想這件事情其實真正應該負責的是行政院 所以目前我們的訴求都是針對行政院 希望行政院出來面對 那監察院是一個調查單位 那監察院他本來依照他的職權 他也應該要主動發動調查權 那當然就是誠如您所說的 就是監察院很少主動去發動調查 那我想這是一個 這是我們的監察權在行事上的一個屬實 那當然我們也不排除說 我們會就是我們未來 我們就是我們接下來會透過向監察院陳情的方式 請他發動調查權 那其實除了我們在這裡陳情抗議之外 那麼我們也採用了各種的管道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討回公道 事實上在昨天的下午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有三個 有三個庭都是關於大埔的個案 分別是關於大埔的撤銷徵收案 關於大埔的撤銷都市計畫 處分案 還有專因7月5號強拆的停止執行案 那這三個案子都在法院審理中 那只要是可以就是保衛大埔家園 只要是可以捍衛我們農村土地的方法 我們都會去試 不管是監察院 不管是訴訟 還是我們繼續在行政院詐異 甚至其他以後 甚至其他更多元 更強度更強的手段 我們都會盡量嘗試 那7月5號馬上就到了 有沒有可能在我們的法律下面 我們現在已經採取了這個行政 這個法院的這個法律行動 是不是有可能讓他們停下腳步 拆遷的腳步 否則的話一切好像都為時已晚 昨天呢在下午的時候 關於7月5號拆遷的停止執行 那麼已經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開庭了 那目前就是要看法官的態度 目前昨天我們 其實我們昨天有事有 希望可以告訴法官說 這個案子其實非常的急迫 那我們希望裁定可以立刻下來 可是昨天法官並沒有做出裁定 那麼我們也會繼續的 就是像就是法院方面表達說 這個案子在7月5號就要裁簽 所以非常的急迫 希望在7月5號之前 可以讓裁定下來 那停止執行的裁定如果下來的話 那麼我想這個案子 當然我們的有利的籌碼就會在做一些 那我們現在今天7月3號 到7月5號 時間好像只剩下48小時 這48小時內 我們有什麼怎麼樣的行動去做呢 這48小時內 基本上我們在行政院前的扎營行動 我們會持續的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那我們也會擴大動員 然後我們會串聯更多的 不只是反破千、反圈地的團體 就是台灣所有的公民團體 我們都希望可以在這一次站出來 那我想這一次不只是保衛家園、保衛土地的行動 那麼這一次行政權 這一次行政權這麼的蠻寒、這麼的傲慢 然後如此的違法書師還是要硬幹 那我想這已經構成了我們國家的憲政危機 那甚至最高行政法院已經判決說這個徵收案其實有違法下資 但是苗栗憲政權我們還是要硬幹 那我想這已經是捍衛我們國家的民主 捍衛我們國家存亡的時候了 已經不只是單純的捍衛大普的行動 所以在這48小時內 我們第一個 我們在社會上 我們會 在社會上我們會擴大議題的能見度 那我們會擴大各個公民團體之間的串聯 是所有的公民團體之間的串聯 然後其次那麼在這個個案的爭取上呢 我們也會透過我們所有的管道 動員我們所有的力量 然後要求直接跟行政院長會談 然後希望他可以出面解決這件事情 那當然訴訟的腳步我們不會停止 對,我是說我剛剛講的都是公民 公民參與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外圍的輿論的力量 我的意思是說在法律層面 法律層面有在這48小時 可以做怎樣的救濟嗎 法律 這個我非常遺憾的表達 就是法律它是一個 法律通常它是一個事後的手段 那它通常 法律的程序因為曠日廢時 所以它通常緩不及及 那我們現在在法律上提出的 就是停止執行的這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呢 我們會盡量向法院要求說 他要趕快拆下來 可是這個法院的時間 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 所以在這兩天內 我想法律的行動可能比較沒有辦法有這麼快的進展 所以你們已經提出來 已經向法律 法院已經有提出正式的 請他們做怎麼樣的行動的 對 我們已經有正式的 其實我們不只向法院提出來 而且法律已經開庭了 只是法院的開庭還沒有下來 那我們提出來的停止執行的內容 就是說我們提出來停止執行的內容 就是說因為101年的最高行政法院判斥第953號判決 已經指在這個個案其實有諸多違法之處 而且現在這個房屋如果拆了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回復 那時間上也有急迫性 所以它其實是有重大急迫的情況 然後而且它的結果是有不可回復性 然後希望法院可以讓這個行政程序停止執行 對我的意思是說這個裁定還沒有下來 我們可以從這個司法院那裡 去做怎麼樣的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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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請他們趕快下來 因為如果 如果 司法院他們願意 馬上這個裁定下來的話 這一切就可以停止了 因為司法獨立的原則 所以司法院其實不能干涉個別法官的裁判 但是我想公民有一個行動是可以做的 如果大家願意的話呢 就是可以就是 打电话到台中高冷行政法院 告诉法官这个非常急迫的状况 然后请求法官赶快把这个裁定判下来 那我想这个是现在我们在法律程序上 最能够实力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我们有发出这样的讯息 让人家知道 他们除了来到现场 来做这个声援 睡在这里 让媒体看到 因为你睡在这里 那个司法院他们也不一定看得到 尤其你知道我们的媒体 很多大媒体是不报这种新闻的 那我们有任何的行动 让这些网友关心的人知道 他们可以做 你刚刚说的 实际上打电话到这个司法机关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公民的力量的这样的行动吗 我们在我们所有的行动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做的行动 我们都会在联署上及时更新 那么在任何的现场 我们有任何的动作 然后我们在任何的方面进行努力 我们也都会在网路上更新 那我们也会发出讯息 然后寄出那个 我们也会寄出群组信 然后发出讯息 然后来大家就要 所以未来如果我们有任何的行动 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做的话 那么我们都会及时的在网路上更新 大家都可以收到第一手的消息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谢谢 谢谢